每年6、7月份是样虫病耗发高峰期 台湾目前是以花冬发生率最高 为了落实样虫病的防势 台东县委托台湾大学团队进行样蛮监测调查 发现样虫主要是寄生在老鼠身上 呼吁民众做好居家环境卫生还有灭鼠工作 在野外活动也要做好防护来降低样虫病的发生率 天气越来越热 常见的传染病也正在蠢蠢欲动 尤其是会传染样虫病的样蛮 更需要特别小心 每年6月到7月是样虫病耗发的高峰期 疾病管制署监测资料显示 今年截至6月9号 全国的样虫病有31例 其中台东就累积了8例 那本县的分布 象征是以台东市3例最多 其实在泰玛里、碑南、鹿野、蓝宇、东河、达人乡都各有一例 那这个感染的职业的这些个案 当然都是以务农的检罪多数 那样虫病主要就是经由样蛮叮咬而感染的 而样蛮都寄居在老鼠身上 并且之后这个样蛮就停留在这个草丛上面的四肌 要攀附在人体上面来使我们被感染 样虫病是透过样蛮幼虫传播 气温越高样蛮活动也越频繁 常停留在草丛中四肌攀附到动物或者是人体身上 经由丁咬而感染 为了做好样虫病防治 台东县委托台大团队与县内发生率较高的台东市 北南乡及来宇乡进行样虫病调查 在这个季节在耗发季节的时候 我们要加强居家的环境卫生 像灭属啦或者是我们在这个野外 或者是在这个农地我们进行这个草丛里的活动的时候 要做一个好的防护 目前没有什么好的预防方式 就是用这个防护很重要 台东温生局也提醒 样虫病通常潜伏期约9到12天 如果身体发生持续的高烧 头痛 背痛 二寒 倒汗 淋巴结肿大等症状 应该立刻就医 也建议民众从事野外草丛活动时 除了穿着长袖长裤长靴长靴 及手套等保护性衣物外 离开草丛后应该立刻洗澡 换掉全身的衣物 避免样瞒附着叮咬 记者杨子轩台东市报道